台湾总统蔡英文将要在这个星期六 启程出访中美洲的四个邦交国 同时她也将先后的在美国的休斯顿 还有旧金山过境 她是不是会与美方 特别是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成员来进行会晤 可以说备受关注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台北的记者詹宁斯 来报道有关的情况 詹宁斯你好 是我们知道詹宁斯啊 从这个上个月也就是2016年的12月份 这个川蔡通话之后 外界就一直预测 蔡英文可能会借着这一次过境美国 来与川普的团队成员 甚至川普本人来会见 我们看到今天台湾的外交部官员是很低调的说 这次纯粹就是一个过境 但是相关的行程是不会公开的 您目前掌握的最新信息是什么 各界预测蔡英文可能在美国见哪些人吗 其实蔡英文他本人在周六三十一号 他也有开一个基础会 然后基础会上他自己说过境就是过境 然后外界一直在想象 那他的外界的想法 外界的解论都是不同的 有点过分 可是他并没有排除川普 或者川普他的团队的成员 没有排除美国共和党的资深党员 包括立法委员 所以其实很难检查 有可能 但是理论上美国政府 他会希望蔡英文不会见到太高层 太资深的高层的人员 因为过境这个制度 要理论上要 不会让台湾的总统 去做公事 或者是政治方面的业务 是 那么贾宁斯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次在蔡英文要过境美国前呢 北京方面就已经提出了要求 希望美国能够拒绝让他过境 甚至还有消息传出说 北京可能会在蔡英文这次的出访期间来出手 搞掉台湾的一个邦交国 要让蔡英文政府难堪 你是不是注意到有相关的报道或者有一些反应呢 其实自从上个月有那个非洲 一个台湾一个邦交和台湾断交 然后过几天跟中国建交 一直都有人认为或者以为蔡英文他到了中美洲之前 刚好会有一个国家应该是说 大家都认为说是加拉瓜 他那里的总统会宣布不要跟台湾继续建交 继续离开 所以说会断交 或者是不会立即那么快断交 可是可能蔡英文到了当地的一个加拉瓜的总统 他可能不会出来 有那种可能的接触 是 詹宁斯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到底蔡英文总统这次的出访 他主要出访哪些国家 还有大家最关注的形成重点会在哪里呢 形成重点如你刚刚刚说 第一就是过境的时候 会不会跟川普或者川普团队的成员 见见面 然后中国大陆的反应会有如何的反应 然后他到了中美洲 最关键的是这样子 他需要给多一点援助 发展方面的援助 给中美洲的国家 跟台湾一起来 他们都比较穷 会靠台湾来做基本的基础设施的 所以台湾要多出钱 公布他的当地的邦交国 但是他出钱的时候 不要让外界以为是所谓的支票外交 所以说要把那笔钱 指定到某一些比较详细的具体的基础设施的项目 好的我们谢谢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有关于蔡英文这一次的出访 以及她过境美国的一些相关反应 我们也会在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为您做更多的详尽报道